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儿有人要给这个病人募捐 结果呢当地的民政局啊有一些态度 反而闹起一个风波 结果最后这事不重要了 网友们一去关注呢 发现他那个民政局的官网上有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个照片反映这个地方当地的官员呢 去看望这个老人 老人在哪儿 老人在右下角 哎 我觉得这个老人被处理的像个木乃伊 你知道吗觉得 哎 这像是这个领导们到了小人国去看一老人 明显呢是PS的 对吧 他们也承认了后来 对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真实的 这是那位老人 对 为什么不放这一张呢 但是这个 这张就不能流传了 不是 那张才流传 因为那张里边只有一个领导 其实他们有些时候PS啊 我就觉得因为 其实我们应该要说有进步 以前我们讲很多PS呢是无中生有 明明没去看 你就把它披上去说 领导有去看 现在是真的有去了 只是没有照好 就没有照好 然后我们就P一下 这样子其实照理说这个事实有存在 我们应该要给予奖励 我看了这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解释 他说主要呢是因为领导的眼光啊 是往下 对 他说如果这个老太太正常的大小放在那里呢 那个图画拼上去呢 就他也想过那样拼嘛 就不要把它缩小嘛 放到一样大 那就很滑稽了 就是大家眼睛都不再看 他就在看下面 重点是为什么要P呢 所以呢 他P就是说 刚才讲的对 就是几位领导都要在 都得在 然后但是关心的对象也要在 好 所以不能怪P的人 要怪摄影师 为什么没拍到 对对对 就粗糙 他太粗糙 你知道就是实际上 不能冤枉中国的基层领导 他们都去了 都去 我看过好多次 都看了 你比如说视察高速公路 那仨领导就是悬在公路上工 他是去了 但是那个摄影记者 中国各行各业水平都低 他们就拍了个上半身 另外就拍了个马路 最后领导一看着很生气 我都没有 他只能这么P一下 你知道对于很多从事摄影工作的人 一辈子 未见得有这么一幅作品 这么传天下 这个无意当中 将来摄影史上都可以留名 没有就是说 所以现在你看 现在是找了那个P的人 就骂了他 然后呢 可是都没有人去问说 到底这个摄影师是谁 怎么又拍到该有的照片 还有这就是一个心情 就为什么要所有领导都有 在一张照片 他为什么不可以分五张照片 出来给大家看说 我有五位领导都到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现在P的这张照片 会这么流传 就网上点击率会这么高 会变成个新闻 以至于我们来谈 因为这张照片 它显示了一个象征关系 就是官非常大 名非常小 这个比例太小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 这个按以前文革的说法 我们导演可不可以再放一下 那张照片 按以前阶级道争觉悟高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 政治有问题 你把官方的那么大 你把民族 你坏去我们现在的 雨水相容的官民关系 不是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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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秀老师 我认为你过分 你过分的解读 不是因为老人家给做着 对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美感的问题 也不叫美感 就是常识的问题 这个拿给全世界人民看 有点太小了 那个小老婆 那是个老太太吧 老太太 老太太为什么要放在画面的这个位置 咱不用上纲上线 你我觉得 就是为了凑着他们的眼光 我觉得领导好像在看猴 不是 就是说你 你为了凑领导的眼光 你有一个基本 咱我就说不是上纲上线的问题 这是个最基本的 就是你这个活 你手头这活不怎么样 你怎么能这么干活呢 台湾官员如果去的话 肯定不会有一张站着的照片 得有他刚刚第二张 全部的低 如果老人家不可能站起来 第一次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蹲着 跪着都要比老人家低 你知道吗 马英九现在学会了 对 你不可以弯腰握手 以前还有弯腰握手 这都 现在可能都还被人家说 什么太骄傲什么的 你就得先坐着 蹲着 他现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对 这台湾的官员更会作秀 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就更会作秀 他们在民众面前 好像连背弓屈膝都不做 他一定得蹲下 比你低 但实际上呢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了 我们那是更会作图 做的 做的这个 也没做多好 我还看见是哪个旅游景区的 那个领导 到山头上视察 那俩局长跟孙悟空似的 你知道吗 站在悬在山顶的 悬在山顶的那个 那个大石头尖上 我觉得现在所有 批图的这些官员呢 这个这个位置的人 全部应该找小女孩 你看现在小女孩 多会批图 微博上面 全部都小女生批图 批的就是我们一个脸 变得很小 眼睛变得很大 你分不出 到底这些小女孩 真的眼睛大 还是真的眼睛小 我现在觉得很愤怒 你知道吗 就很愤怒 什么早18岁小女孩 就说什么叫有图 有真相 你现在咱们就说 今天这个社会没有真相 这个女人非常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首先弄的吧 你又何必呢 让你不知道找谁 你让我见到你 也是个失望 你那这样蒙人 那通过微信 发的那个 你知道他们都 照样照相 他那照那个脸啊 这样脸才会变三角形 45度 那个小女孩 要把这个脸照成这样的 真的吗 明明是个饼脸 你这样骗人 你知道吗 很不道德 我认为这样 你们甘愿被骗啊 你干什么去看呢 而且他好生气 不知如何下手 你说你该跟他联系 还是不跟他联系啊 这玩意就长这么样 每次一见面 你又失望 你怎么恨不得 给他一把掌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吧 还是别见面 弄不好碰到自己媳妇 再者说 那个 你说什么自己媳妇 前阵有个假新闻 那个也是假的 说公公 儿媳妇 说公公跟 那个女网友约 见面什么开房 一进门发现是儿媳妇 这也是假新闻 你说现在有什么 真的 而且你不能说这个 明星 你就以身作则 你就是个不好的榜样 那个杂志 你要是这么说 那杂志封面 那个全是骗子 今天的杂志 时尚杂志 都是骗子 这些个明星 也是骗子 不能骗子 现在时尚杂志也告诉你 我就是批的咯 所有的东西 我就得批 我就是批给你看 我就是一本批 批出来的图片大拳 我觉得更重要的 不是这个摄影师 连腿都批 批腿 你知道吗 有些女明星 我见过她的大腿 是有多粗 怎么蹬在杂志上 我是怎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像我们这种 腿本来长得好 就没有用 因为板下都能批 所以现在是好的 我们现在自我宣传 我们这节目 绝对没批的 对吧 是三批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三批节目 腔腔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 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 厚重 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 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 资讯鉴商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是午下午 凤凰卫视中文台 SignTrack 尤婷 你看 为了让你走进 我们这个大陆的历史 是吧 是 我也给你出出 我们大陆这个历史上 著名的照片 好 1972年2月21号 尼克松到了大陆 这也是你们那边 心碎的一天 你们那边那天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中美握手了 台湾那天就多难过 是吧 好多人流眼泪 对对对 后来我才知道 侯德剑写的 龙的传言是为什么 是因为美国 抛弃了台湾 解了个龙的传言 最后大陆春晚 当爱国科学 当成爱国科学 这真是 驴春不对马嘴 然后呢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尼克松 走下来 你看这个周恩来 我跟你讲 你看周恩来的这个身形 后来摄影记者 先从拍摄的角度讲 周恩来是个多精细的人 他跟摄影记者特别说 说一定要拍出 是美国呀 主动走进我们 我们是迎接 是被动的 对 所以你看 周恩来那个时候 绷得住 周恩来的上身 你注意到没有 微微后仰 是 他故意的 你以为什么 他 你知道因为他 他也怕被江青 他们说呀 他这个亲美 对对对 然后呢 在上一次 曾经这个受过一点 那叫不叫侮辱啊 就是说 就是爱情导演可以回来了 就叫不叫侮辱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 曾经在一次会议上 他要跟美国的代表握手 当时中美之间关系还不好 美国的代表 万龙会议 万龙会议 杜勒斯 就走了 所以你知道他有这个潜台词 而且那个时候 这个国 我怎么记得是周恩来不跟他握手 不是 是他不跟周恩来握手 所以呢 到这次呢 就是说 而且展示在世界面前 必须得是美国主动向我们示好 所以你像老周 不是周恩来 当时就站着不动啊 就硬等着他走过来 这个作风一直延到今天 对 你看今天 而且就是尼克松 蹦蹦蹦跑过来 握手的时候周恩来 哎 你瞧瞧没有 谁能觉察得出来 是微微 他布置好了摄影记者 所以我就知道 这是事先安排 我看到了摄影记者的回忆 说是周总理 提前跟他讲 一定要拍出这个身体姿态 然后你想周总理 要当演员 这是这是好演员呢 配合 他是配合镜头的呀 而且不能NG 他知道这镜头在哪啊 他深深意后仰 这就是这个姿态 你看这个姿态没有 你再看一下 所以你知道这个这个当时偶然的这一幕 但是你知道这是我真正是从拍摄的角度说 这个咱们再从这个P的角度说 你再往下看 刚才身边没有一个人 现在周恩来后边出来了一个人 发现没有 他是谁 一个翻译叫纪朝柱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后来尼克松的女儿 寄给这个纪朝柱的照片 纪朝柱为这个事一辈子耿耿于怀 说当时发表这张照片 你再看下边 说当时发表这张照片 你看 这是另一个角度拍的 另一个角度 就在美国那边的角度拍 对 因为他从飞机上那边上 是是是 他就在周恩来身后嘛 但是当时发表的时候 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周恩来旁边这个人被坐掉了 寄朝柱 没有 因为这个翻译 现在离他太近了 因为翻译呢 为了工作需要 他身体一定前倾的 所以他那个感觉上 那个中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矜持的态度 就显不出来了 你这个分析 可能也有道理 对不对 他们当年 为什么要把它PS掉呢 因为因为你后面空着 显得出周恩来的 这个矜持的这个态度 那个翻译没办法 翻译得身体往前倾啊 那就冲淡了这个效果 因为我看到的分析 好像是 是不是纪朝柱 那个时候也是 这个比较失事的一个人物 不会啊 他参加这样的这个场合 我觉得应该不是 纯粹就是因为 希望那个照片的震撼力 必须要有 你看你对比了 你看纪朝柱身体 这么一往前 周总理的这个 因为他得靠近周总理 翻译 就显示不出来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P啊 他在国际政治史当中啊 那是远远流长 对吗 这是这个宁国县的这个 这还是宁国市的这个 这属于低档次的 但是这个高档次的这个P啊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见呢 等于是你很多时候 毛主席身边的那个人 那是什么P啊 刘孝琪就弄没了 台国大典 林彪弄没了 台国大典是一幅画 就是那个 还是照片的 是照片 都有照片的 然后旁边的人啊 就走马灯似的 换了换了 谁下去了就换掉 谁下去了就换掉 对啊 林彪死了 林彪死了 不过你说 我知道我在法国的一个 这个博物馆里面 看过一幅画 那幅画呢 就是大概 就是反正是一个战争之后 就是画那个村 军人对村民的一些画面 然后他们说呢 本来的画里面呢 全部都是杀婴儿的 因为军人要强占村里面嘛 后来呢 因为法国为了要展现 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就到德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么残忍 所以他们所有这个 那个妇人本来抱的婴儿啊 全部都被劈掉 他们是画对不对 油画就盖上去 油画不是可以一直能干吗 对对对 全部变成牛啊羊啊鸡啊 在他的手上 所以就变成军 然后军人的刀呢 就可以把它画掉 然后变成了 他只是抱住那个 就有种就是好像只是 顶多只是就是说 强占了你们的农村的物品 但是并没有这种 到杀婴儿啊 杀老肉妇孺的感觉 所以其实 所有的历史上 也都有这种批的东西 这种油画也是一种批吗 油画根本就是批画 油画就是一层一层的 他就说他 原本不是这样 他就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 他再批 但是以前没有照片的时候 我就是用画来 记录历史的时候 你现在研究啊 达芬奇啊 还有什么也研究 有的画后边还盖着画 对对对 他就是批又批了 你打开一层 在里边 敦煌壁画 身体上的一片叶子 打开了就是生殖器 对对对对 前一阵 我也是 东北那边一个庙嘛 把那个清朝的壁画 也给批掉了嘛 画成现在那个 跟大脑天宫似的 连环画嘛 不是也很有 我要看到那张 我相信那些人 把叶子扒掉 肯定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批啊 就像你说的 如果深远一点 是很政治跟历史的意义上 所以你说 有图有真相 这句话可以修以 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觉得 任何的照相 摄像摄影 都是骗子 都不是真的 比如说所有的人 见到我 都说我比电视上好看 对吧 所有的人见到我 是不是也这么说你 我也常被这样讲 就是因为电视 他把我们弄丑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屏幕是拉宽的嘛 在一般的电视上 人上电视 就是咱们生活里 见到咱们都会比脸 比现在屏幕上 看着窄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吗 但重要的 不是你的照片油画 真不真 重要的是 为什么要那样假 这个才是更重要 假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这幅画 这次的这张照片 为什么引起大家 大家其实不是欣赏了 是不满意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他这么样来体现 一个官民的关系 这个不恰当 你明白吧 就这是 还是因为 那周恩来 那个是为了 又为了表现 我们国家外交 什么 就是背后的需求 是更重要的 是是是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我一看 我就乐 因为我觉得 好像是这些领导 在看一个刚出土的 刚出土的 小木乃伊 而且那个展柜里 好像还是放着光 这么看 像看西汉物一样 有那么一种感觉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围柴洞里凤凰大事也 这里曾在七十年前 那个冬天 有八千男儿 用他们的热血 誓死捍卫 常德 湘西唯一的繁华胜地 1943年 一支名叫虎奔的部队 在这里困兽孤城十六昼夜 以几乎全军覆没为代价 创下了抗战以来 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 常德1943 常德会战七十周年纪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我给你念个新闻 也我觉得很逗 印度共产党某个领导人 躺在现金堆当中 照了一张相 结果被组织开除 这印度共产党领导人 阿尔查尔吉 他说我从银行账户里 取了两百万卢比 实现了我以前为床的夙愿 他干的是建筑承包商 他的理想就是以前为床 照了一张相 结果被共产党开除了 但是这个阿尔查尔吉说 我不像其他共产党员那样伪善 明明很有钱 却把自己包装成无产阶级 所以他像直接投奔资本主义 没错 又婷 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事 你对台湾的官员再谈谈 我还是想知道 你这个洞还是没埋起来 是吗 这种自我美化 台湾的官员也会的 是吗 但是我们不太会 可能因为台湾 第一台湾官员的行程 非常公开 就是说 他如果要公开的行程 就媒体是 你看台湾有七家新闻台 所以他是太多的摄影机 还有SNG连线 他不会自己宣传吗 没有官方网站 他不会有领导人 党派的这个人 但是民众不看 我就没有 这种宣传效果 我们没有人会去看 这些官方网站 竞选的时候 打出来的照片 那就是靠媒体 所以竞选当然有 例如说竞选的照片 这跟这个美国竞选也是一样 你是要采取 是要比什么手势 以前有一阵子 大家都很喜欢比这样 然后就每个人都 这个一排的那个竞选旗帜 每个人都差不多的样子 因为你这个会展现 你跟民众是亲近 还是你是跟他对抗等等 但这个拍照上我总觉得 那当然还是有学问 有角度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台湾 因为太多的SNG车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 台湾的问题 反而是在于 我们的所有讯息 是过于直接到 太过血淋淋 你没有办法经过处理 有时候连生案现场也是 枪击现场也是 官员要表演 在台湾 他像明星一样 我参加过程水扁 他们那些竞选大会 那讲话的时候 后面配乐 就像配乐朗 所以他在那里讲话 用美男话在讲话 后面音乐 跟着那个声音起伏 然后他们一定会 就叫大家 对不对啊 一定有个呼应 这个挺累的 也有蛮认真的地方 我记得有个女的 就削什么来的 握手 很多人握手 握得还很有力 我现在一般的官员 回去肯定 就懂了 那个什么 曾经说有太多立法员 握到这个虎口 竞选的时候都是裂掉的 绝对 因为你每天这样子握 你到最后手是举不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台湾拍的那个宣传照啊 我有一个意见 就是包括他们竞选的时候 这个台湾人照相啊 是照的挺美的 可是他们照的都像婚纱照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照相 对 有时候照相也可以照出一些线条 你明明一个中年人 也可以照的比较有力量 但是我怎么觉得台湾照的那个啊 都像是那个新郎 这个包括这个政治人物 可是你照出岁月痕迹 营众就觉得你没 你就是老了 对 你就没有 你就没有办法跟年轻 你就没有活力啊 你没有冲劲啊 所以当然 而且现在还有多政治人物 打漏毒感剧好吗 他跟明星一样 都得 都得装修一下门面 对 连美国都是 是啊 美国也 你们对V整形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现在身边很多人 实际上做点V整形 比如说你的眼睛这 态度有点变化 打一针啊 就抽一点 这根本不算什么的 我认为是 因为我自己以前跑医疗新闻 我觉得V整形呢 我不觉得它不好 可是当然它比侵入性是更 就是好一点 但是你要想看 你现在20岁就打 30岁就打 你以后要打30 这是一个commitment 它是一个长久的承诺 所以你要想想 一个东西打30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但是要打30 钱啊